爷爷给女孩留下了三只鬼 但他却不知道 一心想要卖掉祖产 去嫁给富二代男友 殊不知这只是个杀猪盘 富二代真正的目的是要抢走祖产 然后进行房地产开发 于是在拿到买卖合同后 立马跟女孩翻脸 并大肆羞辱着可怜的女孩 这可气坏了三只鬼 他们立马施展了一脑 瞬间便吓跑了富二代 而三只鬼之所以愿意帮忙 全靠爷爷当初的以德抱怨 那时候祖产还是一家客栈 但因为阴气较重 特别适合鬼怪居住 所以三只鬼便不请自来 而且由于不知收敛 总是吓跑爷爷的客户 导致客栈长期入不复出 无奈之间 爷爷只好请来了捉妖人 可三只鬼并不知错 还想对捉妖人动手 不料仅是一个回合过去 三只鬼便全被打服 爷爷当即喜出望外 对着捉妖人连连感谢 而三只鬼也说出了心声 他们并不害人 只是这个地方住着舒适 所以想求爷爷爷留下他们 可爷爷还没回话 捉妖人便选择了拒绝 毕竟鬼怪会极大的影响社会稳定 当即就要带走他们 不料爷爷见妻可怜 一咬牙便答应了下来 同意三只鬼继续住在客栈 但不能让任何人看点 以此维持客栈经营 就这样 生活回归了平静 可一年之后 却有个大老板看上了客栈的地皮 直接开了个挖掘机 就要强行征定 爷爷当然不同意 但大老板却直接威胁你 要绑架他的女儿 这下没办法了 爷爷只好准备搬家 不想三只鬼却站了出来 帮助爷爷吓跑了大老板 就此与其结下了深厚的平衡 而此刻抢走了房契的富二代 也是当初大老板的后代 三只鬼再次联合捉妖人 一起杀向了富二代的居所 直接抢回了河童 再次保住了客栈 同时女孩在三只鬼现身的那一刻 也想起了小时候的回忆 那时他们是最好的老板 但由于怕影响女孩的正常生活 三只鬼主动选择了不再现身 而是默默地守护着女孩 这下女孩再也不想着变卖祖产 而是将其变成了鬼怪客栈 与三只鬼一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